大家好,我是Samefa,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下季購物片 近兩三個月都買了不少衣服、運動衣服、手袋和大家分享 有些是斯文的上班衣服,有些是隨意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先說手袋,比較興奮的題目,黃色非常有夏日的偏織手袋 這就是在IG購買的,我和朋友一起買,這隻黃色是超級漂亮 不要看它是黃色,好像很難搭配,因為它不是先黃色,有一點像芥末黃 所以很多夏天的衣服,襯白裙,這個袋都會用到 它都是人秀偏織,所以製造的時間都大概要一個月 我現在的電話繩,這個花花也是同一間店 它有不同的單色、拼色,或者是不同的袋形 唯一的不好作,就是這個袋真的偏重 還有如果很熱的話,它背著這個袋,它就會固著在手裡,感覺很不舒服 第二個就是一個比較有需求的手袋,就是這個Saint-La Ronde Tote Bag 因為我現在放工之後,可能多了去做瑜伽、去做運動 就需要一個袋是塞好運動衣服、毛巾、水樽、平時上班的東西 我選了這個白色大地色,都適合我大部份的外套 它是超級輕的,所以放滿東西都不會太重 但它那條帶就有少少幼 可能背著的時候,你就要小心它會滲下來 而且袋裡面真的很大,完全沒有暗格 有一個包裝給你放鑰匙或者比較小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買內袋,我都訂了內袋 否則這些東西就會散修修,很難去找 最後一個袋子,最興奮的就是我終於入手了HERMES的手袋 這個袋是很幸運,有很多喜愛幫我買回來 就是這個白色的Picotana 這個尺寸是18,是一個奶油白色 我上了IG之後,有朋友說,有機會手柄位置會發黃或變色 所以我就買了Dior的Twilly,隨便綁著 有點噁心,隨便綁著 我用的時候,可以勾著,避免它變色 可能你會問,為什麼又是買白色的袋 是,真的有白色,還有我自己最常用的袋 其實都是白色和啡色的,即是米啡色的 所以這個袋是很完美的,裡面都是沒有暗格的 所以我都買了內袋和Cushion 不用的時候,就綁著形狀 然後就是衣服的部分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社交媒體,IG的話 都知道Love Bonito,終於來到香港開店了 以往大家都在Love Bonito的網站 或者在Celora,可以買到他們的衣服 現在他們終於在中環開了一間門市 就可以直接進去選擇,進去試身 地理位置都比較方便 而且他們試身還可以拿一個醜的 所以可以一邊走一邊等試身 在這裏都有幾套外套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衣服 其實有些是比較隨意,但有些都很斯文 很適合上班 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穿的這個有靚的TOP 這裡就做了一個扣位這樣綁著 我很喜歡這類型有一個靚的襯衣 或者是TOP 有件白色的,大家都經常在IG看到 那個就是IG購買的,這個就是Love Bonito的一款 有其他顏色選擇 襯了一個米白色的TOP 我選了這條米白色的長褲 全套這樣穿上去就比較LADY 斯文一點,很適合上班 這套的衣服和褲子 我也是穿EMMA就是最舒服的 上身可能會有一點鬆,但下身就一定適合 除此之外,我今天耳環也是帶了他們的一個黑而金黃色的耳環 有點類似一個水滴形的小小的 平日可以折一半,或是夾起它,用水滴的夾著 都可以看到耳環一個細小的 第二套大家應該都見過 就是白色的CRIS CROSS的CATER TOP 除了白色之外,它也有其他顏色 好像有黑色和紫色 另外它也有JUMSUIT的版本 我也買了黑色的 黑色會顯瘦一點,白色會有一點鬆 這件會有一點鬆,但我很喜歡它可以露到鎖骨位 但我覺得可以配合一些深色的東西 就選了這條啡色的短裙 這個也會跟著深啡色的BELL 可以這樣綁住,這就一套了 我個人比較安全,我覺得淺色、白色、啡色的衣服 都是比較搭配我 我覺得最容易搭配和我的飾品都比較搭配 第二套的這個就比較隨便 就算不是上班的日子都可以穿 第三套就是這個背心的白色長裙 它是有一點泡泡的,所以在夏天穿是非常非常涼 很舒服、很爽 另外它有一點通洞的細節 帶就比較粗 這個EMMA穿上身就有一點鬆 但背後也有兩條繩給你綁蝴蝶 可以縮緊一點都可以 這套我覺得比較沙灘、度假、夏天的風格 我覺得可能星期六跟朋友出街或去陽光的地方 可以配襯這類型的涼鞋 這個也是LOVE BONITO 它有一點厚度 所以穿上去你個人都會顯長一點 另外它也有這雙銀色的耳環 我近來都喜歡一些比較細一點的 我之前比較喜歡一些大圈圈 現在都喜歡一些小小小的色 就一個類似圈圈仔的掛在耳朵 都可以紮起它的時候就可以看到耳環了 我覺得LOVE BONITO的三款都有很多不同的風格 而且它的價格也比較大眾化一點 無論是剛出來工作或是做了一陣子 都應該找到不少適合上班或出街的衣服 都非常建議大家去他們的門市看實物 然後就到一些IG購物的分享 首先就是這兩件 一黑一白的CROP T 其實是一件很簡單的T恤 但就是這些比較基本的款式 適合我平時比較適合上班或下班 都很適合穿的 這個就是LITTLE DREAMER那裡買 因為我原本是買了黑色的 但我覺得它的剪輯和長度都是剛剛好 所以我就買了白色 它是剛剛去到陶瓷的位置 所以如果穿上高腰褲的話 都可以穿上我的肚子 然後就是這個套裏面 都比較喜歡的一個產品 就是這件短袖西裝 竟然在MUNBEAM買的 肩膀這個位置有一個薄薄的 可以挺身一點 冬天或長袖西裝 我都有很多 這件是短袖 麻痴痴的 不過去到我30多度的話 其實都不太穿上 因為真的很熱 涼了一點 我想30度以下都可以穿上 裡面可以穿上一件 啡色或黑色的背心 都可以的 模特兒穿的是西裝褲 連上這條西褲 我就一套這樣買了 這個比起剛才的顏色 它就會灰身一點 但如果你一套這樣穿 都可以 都可以搭配 全部都是大地式系的東西 這條褲是有橡筋 所以是很舒服 就算我不屁大 都可以浪得起這條褲 不過它的質地 就會厚一點 我一會兒有條薄一點 都會推介給大家 另外也是在MUNBEAM買的 就是這個 類似通花的短袖外套 其實可以當它是一件頭 裡面也可以配件吊帶 然後當它是外套這樣穿 這個我是沒有剪牌 是穿都沒穿過的 因為最近都比較熱 是完全不用穿外套 這個可能量一點 30度以下 過了這個 不知是颱風還是下雨 就應該可以穿回 另一條要介紹的西裝褲 就是在Britishberry買的 你看這條是軟熟很多 和爽身一點的 它的質料是超級透薄的 你看到這樣 如果你穿回膚色的底褲 它也不會透的 超喜歡這條褲 它在IG的曝光率都非常高 我經常連上那件綁繩 那個白色套一起穿 那件是AANG Shop買的 就已經是上一兩年了 這條褲是今年買的 我買的是細脈 因為我的腳比較短 我就不想它拖地 這個細脈就短一點 就去到腳硬的位置 而且它真的超級爽身 夏天就算是穿長褲 你也不想太焗 或者穿牛仔褲 這條褲就真的很舒服 你看到我今天購買多了褲 雖然也會有時穿短裙短褲 但是上班的話 就可能方便起見 我也有時多穿長褲 所以我就買了這條LUERI的BELL 因為我家裡一條BELL 因為穿這些西褲 發現腰的褲好像什麼都沒有 有點奇怪 這個時候有個L的料草 在上面 我就沒有買到他們的ANIGRAM LOGO 我覺得這個好像Dainty 斯文一點 我就在香港NATAPOTA買的 所以比門市便宜一點 其實我覺得LUERI的BELL 或者CELINE的BELL 我覺得挺容易搭配 而且價錢也挺容易入手 接著就是一個都看了很久的牌子 亦都是被JAN去燒穿的 就是WARE TO EAT 都是台灣的Youtuber 或者Blogger Tiffany 去創造的一個牌子 類似離形身材 或者比較有肉的女生 都會找到他們想要的衣服 我就先買錯這兩件 又是很簡單的T恤 他們的拼色T恤 又是有少少CROP 今年不知為什麼很喜歡穿這一類型 短身少少少CROP 這個就是白色拼奶茶色 這個就是玫瑰粉配白色邊 另外買的這條褲也是超喜歡 又是經常在IG出現的 就是這條橡筋腰的白色褲 這條褲是超級好穿 而且很舒服 上個月在公司都比較多一些 動動、搬搬台台 我經常穿這條褲回去搬東西 這條褲真的很爽 它有一個是普通版 我買了這個是夏天的版本 超級涼爽 就算是30度穿都沒有問題 都是很透氣 除了這條褲 好像也有灰色 Ware to eat的衣服 我也是穿Emma 也是剛剛好 最後就是一些運動衣服 上次和大家介紹完100%LIVE之後 反應都不錯 之後我都在IG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新款 還有他們也提供了一個折扣號 給我的觀眾們 如果你們買東西入曲的話 就會有九五折 對上一次的秋季 就分享了一些比較基本的 例如Fu Zero的款式 自那時候他們都出了很多新款 有幾個我覺得是很值得買的 首先就是這件衣服 它們很多衣服都適合低影響運動 可能適合瑜伽、Pilates那類型 或是衣服 如果是跑步或是做Cardio的話 就未必適合了 這款衣服是第一個 比較有中高強度運動的衣服 穿著它跑了三四個字 完全沒有感覺到不舒服 因為如果沒有承托力 跑步的時候 可能會很不舒服 這款衣服完全沒有問題 非常舒服 而且它有扣位在這裡 你脫的時候會方便很多 很容易脫 因為我也是一個很大行的人 如果做完運動 要整件貼著的布袋 去脫出來 我覺得很辛苦 很窄 這款衣服可以鬆動地脫出來 另外一件是白色 這款衣服是加長版的衣服 所以會遮到衛纜的位置 上次介紹的都是一些背心款 比較基本的 這款衣服會有些花款 有些繩子 我覺得是很漂亮的 就算你背部很厚肉 像我一樣 穿上去也不會很折肉 如果你喜歡剛才的風格 但又想蓋著肚腩 也有這件衣服的選擇 背部長的衣服 後面就是這樣的 會露到少許背部的位置 和上面的位置都是交叉的 這個感覺比較安全 不會經常露到肚腩 有時去做PT或健身 或者肚腩的位置 可能我不想露出來 這件衣服就可以完美遮到的位置 另外它也出了這個 脹牙白色 後面是V字 這個也是加長版的頭款 也可能去到胃腩至肚臍的位置 我覺得這件超漂亮 這件顏色是穿牙白 如果做瑜伽的話 我會搭配這件顏色的褲 是很漂亮的 雖然這件顏色也有一點顯肥 但我覺得自己穿得開心就OK 所以這件也是最近瑜伽 喜歡穿的一個混合 另外我也大膽挑戰買了白色的衣服 在家裏穿過就覺得 好像不太適合外出 但也不敢穿外出 始終很肥的大腿 如果你不介意 或者是比較瘦的衣服 也可以看看他們買白色的衣服 這個也有袋款 背部也有一個包包的位置 不論你是去做運動 或是做PT 或是去做行山 我覺得有袋也比較方便 尤其是Fu Zero 好像出了2.0的版本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而且真的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今天的下季購物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能夠燒到大家去買東西 去Lubbonito或IG購物一下 因為大家都出了消費券 可能都會想買東西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 就留個太陽的emoji給我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支影片 拜拜